那後來郭台銘一到臺灣 他就到我們協會的生活所去參觀 然後他就嚇到說 原來生活所是這個狀況 因為他去的時候我們狗剛好比較吵 是因為他去的時間是狗在睡覺的時間 因為他其實一下飛機他就要求馬上就要去 所以他到了我們狗場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這樣的時間 很晚天黑了 我們那邊又沒有燈狗晚上又不需要燈 然後所以就很暗 那他把整個團隊都帶去了 我們財務長我以為 一大堆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還發現說 好像因為狗場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很多媒體就有寫說 郭台銘被狗被狗嚇死 對被陣刑 這樣子的標題 他還發現說 我們才來告訴他 那時候有一些專業的人員給他一些意見 我們可能帶來一些老師啊 有些受醫師或動老界比較知名的人 那時候我參與一個 那時候有組成一個很小的諮商團 那這個諮商團 我們協會起動之一 然後另外還有幾個 幾個就是動保界的知名人物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告訴他說 建立手衡所並沒有辦法解決了要狗的問題這樣 所以他後來就對獎六成都就打折了 我們協會自己沒有在做安樂 但是我們協會的狗呢 是送到台大動物醫院在醫 對 我們跟他們的合作關係 是有點像研究跟醫療的狀態 因為一般動物醫院很怕把狗嚷死嘛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很大體的去使用藥物 其實他在教學醫院 對我們是在他們教學醫院 所以說我們把 因為台大是出名的收費非常昂貴 那我們有辦法去是因為我們跟他們有一個合作關係 我們把狗送去 那請他進行 那你用什麼新的藥物還不敢用 還在 就是已經可以用了 可是可能是新藥 不敢用等等 我們的狗願意讓你嘗試 那我們希望藉詞能夠讓更多民眾的動物 可以有更好的醫療的資源 另外就是我們狗在那邊 反正他們學生 就是當他們的老師啊 練習啊 什麼的無畏模這樣子 所以我們 所以說我說的是當狗狗 我們基本上狗狗 除非他已經痛苦 他生病到 我們無法再為他做更多的事情 他又非常痛苦的時候 才會請醫師幫他做安樂 對那在那邊做安樂的優點 是因為那邊其實學生蠻多的 你知道學生的事情都是比較柔軟 他們比較溫柔 你如果到收醫院那個 都已經做到已經麻痺了 做安樂的麻痺了 做安樂的時候哪有 直接往心臟動不下來 對啊對啊 所以說 其實我們狗 希望你也做安樂死的機會很少 可是一點一隻吧 那因為我們的狗 又是中養 狗都很老了 所以說你 你會捨不得他 你就看到他很痛苦很痛苦 所以通常就是在工作人員 甚至他如果領養了一起來 然後我們一起陪伴他 抱著他 然後做最後的安樂死 那基本上我們送水裡面是沒有沒有安樂死的 所以那個是他的一個誣告就死了 對 好 往下走 好 這張照片可以換 OK 這是他另外 就是狗 大家都一直問狗 所以有狗的進照 就是他們 基本上呈現 無毛狗 然後弄成這個樣子 對 所以狗都想狗手上也是沒去嗎 問題是民眾不知道 大姐不知道 這個是中 沒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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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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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是 不要特地 要連眼睛 它不是足部喔 它是非常的均勻的 呈現在他身上 就好 好 這是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的話呢 但是這家的中環有比較好一點 他就是給他闖什麼的 他其實有 對 可是 他有沒有給他判判 然後又睡覺啊 然後 平保中環都還OK啦 只是說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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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在做 更記不一樣 就是狗也是自然養 然後他是在一個完全地畢的空間 狗散不到太陽這樣子 那狗不金 該 continued 這另外一家 喔 那這邊的狗呢 就是 就是你知道 其實 愛罵的狗真的很可愛 他只要喊異色就會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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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 再喊異色Um 都全部都入 interes 超可愛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海鷹是跑光光 就跑出來的狀況 狗狗狗感覺感覺他們蠻快樂的 可是他們的身體狀況 可能就要做協議生化檢查才知道 反而這樣可以活下去的人 就是他至少看起來快快樂樂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檢驗他的身體健康 這個就不確定了 對對對 可是你知道狗有時候不管怎麼樣生病 他還是看起來很開心 所以我相信他們這裡面應該還是有一些愛麗細體啦 這種疾病的狀況應該還是有 對 可是你要要求他去做四合一 或是做投藥其實 恐怕也是需要一些抗戰到可能 而且這種狀況是 通常你給他藥他不一定會用 為什麼 不知道 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是那種藥被轉售嗎 轉售 什麼意思 你說轉賣喔 嗯 應該是不至於 當然通常轉賣都是轉賣飼料比較多 我不知道有可能吧 就是比較 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方法 這個是另外一家 這一家他也滿乾燥的 然後基本上他們是平常都是放出來 你看這時候他們都在玩 然後一戶一戶的 就是他們有一戶一戶這樣 然後每一戶有的留給他擋啊 他雖然看起來不是很豪華 不過這邊的狗就真的滿開心喔 對 然後呢 這是另外一個 這都是在南投中部的 然後他 他的話地板是用泥土地 所以他尿尿就直接尿進去 然後大便他們一樣會挖洞大便這樣 不是用那種 一般室內的 狗狗自己挖洞 對狗狗自己挖洞 然後呢 如果下雨 他們那邊好像沒有排風中挖洞 所以他們的就是比較簡陋 那你現在注意一下 他的水盆是很乾淨 所以他們每天都會洗水盆 大家知道狗場要每天洗水盆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會看水盆 會看石器 他的這個水 轉出來的水是不是 透明的水 是不是黃色的水等等 裡面可能有青苔還有什麼的 這些都很多細節 所以基本上這家照顧的滿精緻的 他是用他能力之下 去做一定的照顧 我覺得這邊的狗也不錯 而且這邊狗 因為他陽光上可以曝曬足夠 像剛剛這一家 在上面 對 這一家 你會覺得他這邊 他們這裡的地區環境還是比較潮濕 他已經在負負負責 可是這邊的地區環境是比較潮濕的區 所以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 真的有一些縣市是比較適合養狗的 我覺得啦 因為他的陽光充足啊 什麼的很充足 陽光充足真的 比較不會生病 然後 所以就狗還蠻開心 你看這個狗就是都會主動到籠子旁邊 就是椅子要出來玩 想要聞聞你的味道等等 好 照片非常的多 我只能拿一寫 然後我有特別把一些貓的 這是台北市的貓 貓區 這是公立的 然後我們就有一區是大的 然後可以搭出來跑來跑去 然後這個也是公立的 這是台南的貓區 因為其實貓很容易被你忽略啦 所以我特別把他拉去 然後他們的貓 貓的座地方很像那個書櫃的上面 那可是裡面就是一區一區的 對 然後裡面有貓沙盆 這邊會有貓沙盆 對 有點像寵物店 對 那這個是民間的 民間的 他就是用貓籠一個人 他基本上 他的貓非常的多 可是貓基本上還算可以啦 只是很急而已 可是可能因為有的貓就是可以睡一整天 可是基本上活動空間還是不夠 那這是他家的車庫 車庫養貓 那他的貓跟狗就是分開 他有狗場 然後貓都養在車庫裡面 那貓都很胖 這個是另外一戶的貓舍 然後這個貓舍算很大 可是他就是蓋了貓舍之後 他就沒有做別的事 他就沒有可能給他貓抓板啦 他就好像弄了一個狗龍的感覺 然後 所以就是 貓就是也沒有什麼玩具啊 或是 讓貓適合他們 生理需求的東西 可是基本上他有 Key的Key Key 就是 那裡面的狀況 因為他裡面很 就是他明明可以 我覺得他弄一半啊 就是明明可以鋪個布啊 掛個什麼 玩的東西 他就沒有 那另外他貓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覺得有點浪費很多空間 蛤 什麼 所以就是 他一看就會 大家可能會問說 欸那 動物好像 好或不好 就是 運氣運氣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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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